是五星级酒店金华酒店的这个招牌太极牛肉面 被另外这家牛肉面店的老板提告 认为金华是学他的点子 现在来看看最新的判决结果如何 太极样式的大丸工一边是清炖一边红烧 两种口味一次满足 这款太极牛肉面是这家牛义馆牛肉面店的招牌特色 但前年汤姆克鲁斯来台 金华酒店却端出类似的太极顶食牛肉面来款待 让老板觉得被侵权 媒体上面一直在播报 让我们发现觉得就说一方面也是错愕 当下觉得怎么这么大的一个饭店 这么不小心来触犯到 这个我们已经注册商标的一个太极牛肉面 之后在今年八月 让我们发现说 在他官网上面竟然还挂着 太极顶食牛肉面这个名称 比比看两家牛肉面都是各有清炖和红烧 城装的器皿也都是太极形状 分隔两边 差别是金华酒店的还多了三个站立的脚 而牛义馆的老板说 他是根据一经理论 花了两年的时间研发 在2011年推出 还将名称跟专用的碗申请商标注册和专利 而金华则是在2013年才拿来招待阿汤哥 老板因此不满 控告金华酒店董事长和金华故宫营运总监 违反商标法 顾客直接来问我是不是金华酒店的厨师出来的 当然也有大陆的人来说我们要来吃阿汤哥这一碗 模仿别人那种羞辱我们承担不起 目前判决结果出炉 台北地检署认为金华的太极顶食牛肉面 只是产品名称没有做商标使用 判决不起诉 金华则表示当初不知道已经被注册 现在也已经改名 恐怕连阿汤哥都想不到一碗牛肉面 因为太极造型器皿扯上官司 记者刘家伟李玉玲台北报导